球员突破重围 运球横跃赛场 一个华丽转身后腾空上篮 画面中的赛事场面盛大 气氛热显 除了多带了点香土味 排场也能堪比美国之篮NBA 这是中国贵州省台盘村举办的 乡村篮球联赛 简称村BA 短短三天的赛事转播 就吸引了全球30亿人次观看 我们来这里的话 其实最主要就是 来感谢这种现场的气氛 男女老少都可以来现场感谢 人高马大的篮球员 展现精湛球技 人山人海的观众 疯狂为自家队伍喝彩 嗨翻天的贵州村BA 一次就吸引数以万计的球迷 到现场观赛 还有挤不进球场的观众 搬来工作坯或爬上屋顶 从高处眺望球赛 很难想象如此壮丽的场面 竟然发生在 总人口不到1200人的小村庄 更惊人的是 场上大方溢彩的球员 也都是村里的农民 最老的还已经50岁 恐怕连NBA都自探不如 以前我们打球都是 泥巴地 自己自制的一个篮球架 现在随着乡村振兴 我们村里面也有了 一个标准的篮球场 打起球来也更带劲了 然而村BA的乡村感 绝不仅限于场地跟球员 比赛奖品更是在地 冠军能获得国家级文化遗产 苗族迎式投市 亚军奖品则是 人工养殖的鲜鱼 季军也能获得一只三岁大的鸭子 另外 村BA的中场表演 也不同于直篮啦啦队的热舞 而是当地苗族传统舞蹈演出 让整场赛事更接地气 全中国掀起村BA热潮 为不怎么起演的偏桑 带来大笔观光收入 据统计 今年赛事期间 台盘村接待超过40万人次游客 旅游综合收入 多达2154万元人民币 随着村BA爆红 中国体育总局也在本月宣布 要将村BA晋级成全国大赛 不过台盘村居民担忧 要是赛事扩大 村BA恐怕会渐渐丧失 最淳朴的香野土味 怀宇新闻谢忠岳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